1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会 这个会议上,习近平一句话特别惊人 那习近平说了什么惊人之语呢? 习近平说中共被外国捏着脖子 那哪里被人捏着脖子呢?主要在科技领域 所以习近平强调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暴化 解决外国捏脖子问题 那中共可否解决被外国捏着脖子的问题呢? 我看就不行了 第一,由历史来说,中共喊这个口号不知喊了多少年 都未解决被外国捏脖子问题 第二,由中共这个体制来说,外行管内行情况严重 就算是有人才都发挥不了人才的作用 最终大家的一腔热血被消磨,最后不如混日子算了 所以习近平说的被外国捏着脖子的问题 我看只会越来越严重 问题不在于解决被捏脖子的现状 而是在于中共被人捏着脖子 那什么时候会被人捏到断气呢? 这个可能才是习近平真正担心的 说完这件事,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胡音宇案件的进展 2月1日也只是当局宣称发现胡音宇尸体3天后 江西省官方宣布 将会在2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案最新调查情况 届时中共央视会进行现场直播 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这麽大震仗 似乎是一锤定音的前哨 难怪有人说,胡音宇消失的这1806天 大家以为他们在利用这段时间来破案 其实他们在利用这段时间来作案 还有一个关于胡音宇案件的网络根据是这样说的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与此同时,这几天公开质疑官方说法的胡音宇亲属突然消失 1月31日网络上传出了 袁山园当地消息说,胡音宇的父母 已经被控制在当地的宾馆手机都被人没收了 胡音宇的亲属被控制 就让我想起当初的铁链铛女 虽然当时也有良心美敏的人说 给外界听铁链铛女事实上就是四川的失踪少女李盈 大家当时以为李盈的妈妈和阿叔会去救她 不过他们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当局控制了 那我就真是为中土大地上的黎民百姓感到悲哀 胡音宇铁链铛女是中共人亢的代表 今天我看了一个关于人亢的断子 看完之后心里真是白眉雜塵 这个其实也不算断子了,应该是一个生活记录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今天老父亲在家乡来看我 我说因为去年没拿到钱,所以这两天之内房东就要我搬走 父亲听了之后就生言泪下 就说你做了半世人,连房租都给不起 我七十多岁也都一样那么失败 未享过一天福 我已经老了,没有任何能力了 不知哪一天就会突然走 我听了之后就心如刀割 也在哭 其实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也很想哭 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真的活得太难了 难怪中国人一反传统拒绝生育 押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口号 如果说现在的中国人拒绝生育 那后果将在未来的20年左右显然 但QK的是,这几年中共就接连地放开二胎三胎限制 鼓励生育 这几日四川修订了生育条例 竟然取消了对未婚者的登记和生育数量的限制 大家想想,中共这一连串的反常举动是否说明 中共已经发现了中国人口大规模下降 是否说中国人口的减少 比我们大众所获得的公开资讯还要少很多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四川省政府官网1月29日 公布的这份最新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究竟说了些什么? 办法说为了 《涉及三孩政策的新要求,完善2019年出台的办法》 这个最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引人畜目之处就在于 它修改了之前2019年的条文 新办法取消了是否结婚的限制 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 而是规定凡生育子女的公民 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今后在中国出生的 非婚生子女也享受生育保险保障 比起四川省 安徽省还早了一步 在去年8月就已经公布了类似的措施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措施是地方政府因应中央的指令 为了鼓励生育 缓解中国人口下降导致的危机而颁布的 这篇对社会的热议1月30日 四川省卫健委在回应多家官媒 询问时就说 新政策并非鼓励不结婚生子 而是为了保证未婚鲜育人群的权益 让他们进行生育登记后 可以享有一些富有保健服务 生育登记也和上湖口无关 而生育登记就是一项纯粹管理生育人口的工作 涉及的伦理法律讨论是另一个问题 目前中国多省已经有类似的措施了 不过面对中国社会现在的乱象 中国的网民就提出了不少实际的问题 譬如说 咦,这不就是给一些小三和代孕的人带来生意? 男人彩礼都省了,女人就更自由了 再譬如,不考虑社会安定 更恶果在接下来的实施过程中就显现出来 还有人说,就算这个政策的出发点不是这样 但势必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增加 到时就会乱闹 在Twitter上,网民都是这样评论的 就是说,禁止和放开生育 都是为了服务政党目的 都是计划生育 在强国,没有天赋的权利 只有伟大的党才可以赋予你权利 生杀与夺 看来人产不够用了,必须加大生产规模 没有配套的福利 结果只会令家庭结构恶化女性地位下降 这是为了权贵谋福利 这样他们的私生子女都可以堂而皇之了 其实这个政策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伤心的过往 因为与这个鼓励生育政策相反的是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中共开始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中共的这行政策令至少数以百万计的女婴 被匿杀或遗弃 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男性无法成家 并将导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无人养老 计划生育是中共的一个荒唐的暴行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政策的全部理论依据 竟然是基于一个可笑的前提假设 就是说中国人的平均生产力是负数 所以假设认为一个中国人 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消耗大于生产的废物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中共魔鬼又发现 杀人原来可以有不同的杀法 人产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 所以现在他们就鼓励生育 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鼓励生育 中共也是一个血腥灾难背后的魔鬼 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也令世界关心 譬如美国加州大学以湾分校的社会 学教授黄峰就在《纽约时报》发文说 预计世界人口减少这个趋势将在本世纪末出现 但无必要恐慌 草率的政策和人间悲劇曾在中国出现过 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运动 就被女性为主的群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是这个悲劇的最充分体验 黄峰指出中国政府用强制堕胎 或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者罚款的做法 来限制大多数夫妇只生一个小孩 在2015年中国政府开始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之前 数亿的中国女性就已接受了植入被人患或绝育手术 黄峰就认为有必要提供优质而且负担得起的儿童看护服务 令更多人支付得起大学学费 有更公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 及推动社会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 就应放弃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将注意力集中回到公民福祉方面 黄峰还指出 恐慌导致有害的政策 提高生育率的努力有可能被证明是徒劳的 而且有可能将女性再次视为生育机器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虽然世界人口减少 被人口专家视为趋势 但中国人口减少很可能和世界有点不同 所以中共为什么迫不及待地鼓励生育 这个背后的人口危机 惊天黑幕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 好了各位观众 今天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我是赵藏哥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藏哥行这个节目 记得subscribe、给like、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